一般来说,大部分人认为中年女人经历了生活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心思早就不如女孩那般天真烂漫,自然也不是三两句情话就能骗到手的了,他们对待感情更加谨慎。 由此许多男人在追求中年女人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其实,女人的年龄虽然到了中年,但是她们的内心也是有小女孩的情节的,那些已经步入中年的女人,最喜欢男人的这些姿势,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变心是本能,忠诚是选择,很开心你能来,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中年女人最喜欢的四个姿势,零腰,抚摸头发。 这样的动作也是男女之间特别亲密的时候才会有的。 有的时候,男人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对于女人来说,这个动作能够让她觉得特别的舒服。 感受到你的爱意,觉得安心。 零二,经常牵她的手。 即使在大庭广众,也不要让她的手空着,毕竟细微之处见真情,食指连心,自古都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说法。 你所营造出来的浪漫能让女人的心彻底融化,至于被你倾倒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零三,经常把对方抱在怀里。 如果一个男人特别爱一个女人的话,他会从他的行为方式上表达出来。 有的时候,男人经常把女人抱在怀里,会让女人觉得男人对自己有特别的保护,也会让女人有一种安全感。 零四,舍得为她花钱。 对于女人,男人一定要大方,一定要舍得为她花钱。 女人很看重这个男人到底舍得为她花多少钱,给她买多贵重的东西,因为她认为这就代表她在你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你只给她买廉价的东西。 她就会认为她在你心目中也是如此的廉价。 二,男人学会这样爱女人,灵妖注重仪式感,制造惊喜和浪漫。 女人,即使能力有限,可她依旧会渴望心爱的男人,能给予自己足够的仪式感和安全感。 不管是重大的节日,还是平时,她都会希望男人能多多制造惊喜和浪漫。 而男人能这样满足女人的小心思,也是爱她的表现。 即使你条件再差,只要你愿意给予女人这些东西,她也会愿意跟着你一辈子,不会舍得离开你。 毕竟一个男人,懂得惊喜和浪漫,会让女人少吃很多苦。 一个懂得制造惊喜和浪漫的男人,内心必定很柔软。 因为他会从女人的内心和感受出发,不管事事如何变换,而他始终会第一时间满足女人的愿望。 零二对女人的家人朋友爱乌即乌。 对于女人来说,男人爱自己还不够,还要爱自己的父母、家人和朋友。 因为只有男人心甘情愿去爱自己的父母,这才足以表明男人的真心和诚意。 有些男人很爱女人,可他却极力排斥女人的家人朋友。 一边是爱人,一边是家人朋友,这会让女人十分为难。 爱一个人,就得爱他的一切,包括他的父母、家人。 如果男人做不到这一点,女人会变得特别失望。 而当你做到了这一点,女人会特别惊喜。 因为男人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决定,虽然他做得并不够完美,但这不影响男人的爱。 所以,男人想要获得女人的真心,你就必须要学会爱乌即乌。 零三在外人面前满足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 男人好面子,女人也要好面子。 在外人面前,女人也想着让别人羡慕自己。 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男人都要懂得摸透女人的心思。 你满足了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而反过来女人也会这样对待你。 女人的虚荣心和面子得到了大大地满足后,她会心甘情愿留在你身边。 因为她觉得你是真的爱她,所以她愿意留下来,舍不得离开。 但也有一些男人,他们不会轻易妥协,认为女人在外人面前就该满足自己的面子。 如此大男人主义的男人,多半都无法得到女人的真心。 因为女人看不到你爱她的表现和行动。 所以,男人要想赢得女人的欢心,别只会用嘴巴说,而是要用行动去表达。 三,拿下一个中年女人,主动给三个东西,就足够了。 沐昕曾经说过,爱情亦三种境界尔。 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于审美。 中年归向求和,老之将至,义无反顾。 在各个年龄阶段,女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都有所不同,内心的情感需求也不尽相同。 年少时,对爱情充满了好奇与渴望,都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白马王子。 在这个阶段,大多数女孩更看重的是男人的外在形象,长得好看又有才华的男人,可能轻轻松松就能够吸引女人的注意力。 而到了中年时期,女人们的择偶标准就不再那么简单,肤浅了。 她们更注重的是男人能不能给她想要的安稳生活。 中年女人经历过岁月的沧桑,在思想上明显会比年少时成熟很多, 所以,她们不可能因为男人的几句甜言蜜语就心软地答应对方的追求。 想要拿下一个中年女人,你还得多费点功夫,不要把这个过程想得太简单。 还有人说,谈恋爱。 女人都在等男人来追。 如果男人不来追,不论心里爱她有几分,也终究是无果。 在谈恋爱这方面,男人若是不肯主动一点的话,是很难得到想要的幸福的。 有些男人就是太要面子了,明明心里喜欢得要紧,嘴上就是不肯承认, 从来不主动去向对方示好,总等着女人来主动靠近她, 这样爱一个人的方式,只会把女人推得越来越远。 好面子也要有个度,如果总是不愿意主动进攻, 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尤其是追中年女人的时候,你更需要多主动一点, 否则你是很难打动她的心的。 当然,光靠主动还远远不够, 最重要的是你得掌握一定的技巧套路, 这样才能大大的提高你的效率。 男人一定要记住, 别总是把你用来追求年轻女孩的那套方法用在追中年女人上。 这样是不管用的。 年轻女孩心思单纯些, 很容易被你的几句甜言蜜语打动, 但是中年女人不一样, 甜言蜜语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 礼物和鲜花也是不走心的敷衍之举。 或许有男人会说了, 那中年女人的心思也太难猜了, 与其处处碰壁, 还不如静而远之。 但其实, 中年女人的心思并不复杂, 想成功拿下她, 主动给她三个东西, 就足够了。 零妖, 给她足够多的陪伴。 若想成功拿下一个中年女人, 你一定要给她足够多的陪伴。 女人到了中年时期, 就更容易变得非常敏感, 一个人的时候, 常常喜欢胡思乱想。 可能经历过很多事后, 她内心更缺乏安全感, 总是觉得你不够爱她, 甚至会经常疑神疑鬼, 总误会你喜欢上其他女人了。 所以, 这种情况下, 你更应该多陪陪她。 给予她温暖, 一点一点地弥补 她内心缺乏的安全感。 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 在她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都应该陪在她身边, 让她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她遇到再大的困难, 都会有一个人默默地支持着她。 时间一长, 她自然而然会更加信任你, 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你。 02. 给她足够多的关心。 有的女人虽然嘴上不说, 但她心里是非常希望 男人能够多关心关心她的, 一句暖心的问候, 胜过任何一句情话。 中年女人不像年轻女孩, 她们大多都不喜欢逆人的情话, 她们更希望看到男人能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对她的爱。 所以, 如果你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 就一定要多主动去关心她, 多关心她, 才能让她知道你是真的在意她, 而不是只是一时兴起。 在她生病时, 尽量主动抽出时间在她身边照顾她, 而不是单纯地嘱咐她多喝热水, 在她出差时, 主动打电话让她注意安全, 注意不要熬夜, 而不是对她的状况不闻不问。 你要知道, 这一句句看似平凡普通的话, 其实在女人的心里分量极重, 听到你这些暖心的问候, 她心里一定会喜滋滋的。 03给她足够多的私人空间。 追中年女人千万不能操之过急, 你把她逼得越紧, 她就对你越反感。 在爱情里, 两个人之间保持一定适当的距离, 感情才能维持得更长久, 距离太近, 新鲜感很容易耗尽。 所以, 一定要多给她一点私人空间, 不要总是什么事情都去插手, 也不要总是跟在她身后转, 更不要霸道地 把她绑在你身边, 不允许她离开你的视线范围。 这样的行为只会增强她对你的抵触心理。 事实上, 足够的距离能给彼此增添一些神秘感, 既能不断地挖掘女人不一样的一面, 也能让你自己持续不断地对女人产生吸引力。 男人要想拿下一个中年女人, 千万不要使用礼物鲜花那种年轻女孩才会喜欢的公式。 你要做的是主动给她足够多的陪伴, 足够多的关心, 足够多的私人空间。 追求中年女人, 你一定要多去了解她, 读懂她的心理需求, 最重要的是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大多数中年女人最在意的, 其实就是男人是不是真心爱她的, 所以你只要多一点耐心, 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多陪陪她, 她一定会越来越信赖你的。 人到中年的女人, 看似对另一半的要求很高, 但其实只要你让她看到你, 她是可靠的一面, 让她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她就会对你毫无保留。 可惜, 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 现如今的婚姻经历着她有史以来最为脆弱的时候。 婚姻里的出轨成为了很多婚姻终结的最大原因。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01, 一个男人的字数。 之前, 有一个男人, 说他的妻子出轨多年了, 他手里也有妻子出轨的所有证据, 不过, 他一直装不知道, 任由妻子胡作非为, 因为家里需要妻子的照顾, 而这个男人, 也只是把妻子当赚钱工具使用, 从知道妻子出轨那刻开始, 他就对妻子没有爱了, 一直留着妻子, 完全是要利用他而已, 男人说, 他在等时机, 时机到了, 他就会跟出轨的妻子离婚。 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个男人的心声吧。 任何一个男人都容忍不了妻子出轨, 这是对男人最大的侮辱。 我知道妻子出轨的那一刻, 拳头都握出血了, 都不知道疼, 不过, 最终我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分析了自己的实际情况, 自己工资不高, 事业基本定型, 没有发展的前景, 家里有卧床需要照顾的老母亲, 有两个上学的孩子, 这个时候, 我是没有资格谈离婚的, 因为家里不能没有妻子。 我的妻子事业发展比我好, 工资比我高, 家里的很多开支都是他在支撑, 我的老母亲卧床多年, 请保姆的钱一直都是妻子的工资, 两个孩子的学费, 补习班的费用, 多数也是妻子支付, 我的工资付完家里日常开支 和自己的烟钱就已不剩了, 就因为这样, 知道妻子出轨后, 我忍了下来,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因为我需要妻子赚钱养家, 我只是把她当一个赚钱工具, 心理上, 她已不再是我的妻子, 虽然表面上, 我对她还一如往常, 但在心里, 她什么都不是了。 妻子神经大条, 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她出轨, 每次她要出门, 还会跟我撒谎说, 同事有约, 她要出去一会儿, 晚上会早点回来。 我从不问跟谁约, 什么时候回来, 只是在她出门前喊一句, 路上小心, 早点回来。 然后, 自己该干嘛还干嘛。 刚知道妻子出轨时, 我心里还会难受, 后来就再也不会难受了, 因为我早就不再爱她了, 虽然她现在名义上是我妻子, 但其实, 对于我而言, 她就是一个陌生人。 妻子不知道, 我跟踪过她, 并掌握了她所有出轨的证据, 我把证据都保留好, 只等时机成熟拿出来, 把她踢出我的家, 跟她离婚。 妻子可能因为愧疚, 有补偿的心理吧, 对我的老母亲非常好, 哪怕她卧床多年, 身上时常散发着难闻的臭味, 但妻子从不嫌弃, 工作不忙时, 还会给我母亲按摩一下手脚, 给她喂饭。 看着这样的妻子, 我心里安慰极了, 我不离婚, 我装不知道, 就是因为妻子的这些作用。 我的母亲需要她, 我的孩子需要她, 家庭开支需要她, 虽然我不需要她, 但并不影响她的存在和使用。 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没有错, 是她先辜负我在先, 是她先对不起我的, 我只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已。 妻子以为自己的婚外情 一直隐藏得很好, 没有被发现, 这么多年, 她的婚外情一直没有断过, 她一直在我面前表演, 我也一直认真地看她表演, 只是她不知道, 其实我也在表演。 我已经打算好, 等两个孩子都长大, 可以独当一面, 等我的老母亲安享百年, 我就可以跟她谈离婚的事情。 当然, 我会给她留最后的体面, 不会把她出轨的事情到处宣扬, 只要她签字离婚就行。 看完这个男人的字数, 你有什么想法呢? 说实话, 不管婚姻中是哪一方出轨, 对婚姻都是致命的。 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例中, 因为出轨而离婚的占比最高, 很多人甚至喊出, 对出轨婚姻零容忍的口号。 婚姻是私密性的, 就因为这份私密性, 很多人接受不了伴侣的背叛, 因为从侄子之手开始, 彼此就只属于对方。 所以, 奉劝婚姻里的男人女人们, 真的不要轻易出轨, 因为出轨的婚姻, 哪怕回归也回不到最初。 02, 出过轨的婚姻, 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假使你的伴侣出轨了, 你会选择离婚吗? 大部分人都给出了一个回答, 离。 因为真正的爱情是自私的, 婚姻是具有排他性的, 没有人愿意同别人共享自己的伴侣。 可当这些人真正步入婚姻, 有了共同财产, 生育了孩子后, 很多人的回答却改变了。 结婚后, 两个人之间交集扩大的同时, 也意味着彼此之间多了一份羁绊。 离婚容易, 可孩子怎么办? 父母怎么看? 财产怎么分割? 都成了每一对伴侣跨不过去的问题。 人们嘴上说着, 大不了就离婚嘛。 真正到了生活中, 有人大闹一场体面全无, 有人委屈隐忍折磨自己, 更有不少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假装不知, 很少有人能潇洒地挥手告别。 这就是婚姻的现实性, 她其中的千头万绪, 远不是一句大不了就离婚能够解决的。 之前有个网友讲了个故事, 说在自己的同学聚会上, 碰到班上的小静, 小静当年是班花, 自身条件很好, 追她的人络绎不绝。 谁也没想到, 毕业后的她嫁给了一个条件一般的老公, 问及原因, 她笑笑回答, 因为她有学识, 上进新墙。 婚后的生活, 果然如小静预料般的顺遂, 因为男人积极上进, 家里换了新房, 又买了新车, 小日子还算和和美美。 但谁也没想到, 就在他们第一个宝宝出生的时候, 男人出轨了。 晴天霹雳般的, 小静难以接受这样的现状。 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并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她说自己是有预料的, 当老公把家里当宾馆, 总借口出差的时候, 她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当初的山盟海是终究败给了 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没想到, 男人第二天就赶来了, 千求万求祈求小静留下来, 她说自己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说自己有多混蛋, 跪着求小静不要离开她。 公婆也赶来道歉, 嘴里说的全都是, 你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呀。 就连母亲也劝她说, 这个男人本质不坏, 也许只是一时走错了路, 忍忍吧, 哪只猫不偷心。 最终, 感性战胜了理性。 看着墙堡中的孩子, 小静心软了。 她知道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有多重要, 也不愿自己过往的五年时光白白错付。 她说服自己原谅了这个男人。 之后, 她细细梳理了结婚这几年两人之间的感情问题, 并和老公商量着去解决他们。 她心里清楚, 原谅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抉择, 也不是走投无路的选择, 而是对这个男人的一份信任。 说白了, 有赌的成分在里面。 接受传统观念教育长大的她, 不能让一个家就这样散了。 但原谅从来没有那么简单, 她不光需要受伤者的包容, 也需要出轨方的决心。 否则, 一方努力维系, 一方控制不住欲望, 婚姻早晚会崩盘。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马伊丽和文章, 当年文章被曝出轨, 马伊丽用一句婚姻不义, 且形且珍惜化解了危机。 那时, 她的原谅遭到了网络上的诸多指责, 评论铺天盖地, 斥责她的卑微。 后来的马伊丽用一段话解释了当时的心路历程, 我不相信有一种无军式婚姻的存在, 那些白头偕老走到底的夫妻, 绝对不是说从来都没有过问题出现, 也绝对不是说双方从来没有过出轨的行为, 哪怕是精神上出轨。 想明白了, 你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要做的就是随时做好准备, 去应对可能的变化。 简言之, 婚姻一定是会出现问题的, 如何处理一段有裂缝的感情, 如何面对一个犯了错的人, 是人生的必修课。 后来的结果, 大家也都知道了, 和好容易, 如出太难。 之后的几年里, 文章时不时传出非文刺激看重的同时, 也让马依丽重新思考这段关系的走向。 最终, 出轨风波五年后, 俩人官宣离婚, 并在此之前, 处理了孩子的抚养问题, 分割了双方的财产, 然后, 同这段过往挥手告别。 俩人之间的感情, 也有且行且珍惜过渡到了一别两宽。 有句话说得好, 有时候, 女人需要一个男人, 就像逃机者需要降落伞, 如果此时此刻她不在, 那么以后, 也不必再了。 人性是复杂的, 感情是多变的, 没有安全感的感情, 强行的维系只能是折磨自己, 束缚对方。 但离开, 永远有一个大前提, 独立的资本。 决定离婚时, 也请你问问自己, 手头的钱够用吗? 是否有让自己独立的资本? 能养活得起孩子吗? 能好好赡养父母吗? 问清这些问题再做决定。 当你独立到无需依赖对方, 也就拥有了决定感情走向的权利。 那么, 当感情实在维系不下去时, 你要考虑哪些因素? 答案也很现实, 要考虑到双方在情感上能否接受, 要考虑家庭的财务分割, 孩子的抚养, 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身心压力, 周围人的评价, 更关键的是离婚之后, 你能否有经济来源和独立的资本。 离婚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回到最初的问题, 出过轨的婚姻, 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答案只有一个, 看你的伴侣是否有改正的决心, 看你是否能接受对方过去的不忠, 看你离开对方, 是否能过更好的人生。 婚姻这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倘若纠葛太多, 面对现实压力不得不在一起, 那么请善待彼此, 人这一生能同一人携手过于生不容易。 倘若无法挽回, 迫不得已只能挥手告别, 记得留有一丝体面, 好聚好散, 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交代。 如果说出轨是本能, 那忠诚就是选择。 愿每一对身处感情中的伴侣, 都能相互扶持, 彼此温暖。 也愿每一个对爱情还有向往的人, 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感情。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